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成为了一种网络行为的代名词 在网络上有些人就专门喜欢搜集各类商家的优惠信息 注册之后就领取各类的优惠券和奖励金 那么人们就把这种行为称为薅羊毛 那么要想薅羊毛就是首先要注册 注册就需要手机号和验证网 那么在利益的驱使之下 有些人就开始对手机动起了歪脑筋 在2019年的8月份 浙江绍兴警方成功地打掉了一个 薅羊毛黑色产业链 破坏了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大案件 警方通过侦查发现 被窃取信息的手机 竟然超过了500万台 那么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老年手机 那么这个犯罪团伙 为什么要选择对老年手机下手呢 来看记者调查 2019年5月份 家住新昌县的小猪 打算给外婆购买一部新手机 小猪的外婆已经80多岁 并且独自一个人居住生活 为了方便与家里人联系 小猪在网上给外婆买了一台价格便宜 专门给老年人使用的功能机 所谓的功能机 就是相对于智能机而言 仅仅具备接听电话 收发短信等 基础功能的手机 因为之前的手机是 老人用的时候坏了 然后考虑买一个新的 然后去网上购买了一个新的手机 然而手机仅仅用了两个多月 小猪就发现了一个蹊跷的问题 当时小猪想在移动网上营业厅 查询外婆的花费 但是在使用验证码登录过程中 小猪输入外婆的手机号码之后 外婆的手机却接收不到运营商 发送的验证码 通过我的手机去查询 然后发现那边的外婆的手机 是收不到验证码 然后想通过移动去问一下 为什么收不到验证码 但是移动那边是发出来了 我们这边是收不到 一开始小猪还在怀疑是不是手机出了问题 或者是网络出了问题 于是小猪又进行了多次试验 多次试验的结果发现 小猪给外婆发送的短信可以收到 运营商发送的话费短信也能够收到 但是唯独登陆账户时发送的验证码短信 收不到 感觉事情蹊跷的小猪 赶紧拿着手机到公安机关报了案 随后新昌县公安局 网警大队的民警 对小猪送来的手机进行了测试 结果还真如小猪发现的问题一样 查询化费的功能是正常的 能够正常的查询 能够正常的接收 然后一旦碰到比如说银行验证码 包括移动的一些验证码 他就是接收不到这种短信 民警通过对小猪外婆手机的测试 初步怀疑手机中有木码程序 能够对含有验证码的短信 进行识别拦截 使得手机无法接收 含有验证码的短信 这条验证码是发送过的 但是我收不到 那可以确定 肯定是这个手机 里面某个程序码 把它截持包括 屏蔽掉了 这部只能接听电话 收发短信的老年机 不可能在使用中 遭受木码病毒的入侵 很显然 有人在这部手机里 做了手脚 提前植入了木码程序 那么小猪外婆手机的 不正常现象 会不会是个别现象呢 新昌县网安大队 迅速组织民警 对相同品牌老年机的 网上销售情况展开调查 通过查询 他们发现 新昌县本地购买 同款手机的人员有37人 随后警方联系到 其中25人 并进行了走访 经过现场测试发现 短信收发不正常的手机 有15台 在外围调查的同时 民警也对手机里的木码程序 进行了司法鉴定 而鉴定的结果 果然不出民警所料 手机主板被植入了 特殊的木码程序 鉴定的意见是 它这个木码 具有对手机里 所有的短信信 进行一个识别 包括获取 能够根据它 关键词进行屏蔽 最后能够将它 所需要的短信信 进行上传到它服务器 那么是谁 在这些老年机里 植入了木码程序 拦截含有验证码的短信 有什么样的用途 被植入木码程序的手机 到底有多少 这一系列疑问 摆在了新昌县 网安民警面前 鉴定案情重大 浙江省绍兴市 和新昌县两级公安机关 成立了由网安部门牵头的 812侵犯公民信息 专案组全力展开侦查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我们发现这个案件并不简单 首先从受害这个个体来讲 可能涉及到这个面 还是比较广的 那么另外从这个犯罪的环节来讲 可能也不仅仅是这个非法 控制手机来转发这个短信 拦截转发这个短信 这么简单 办案民警经过深入的调查 基本可以判断 案件背后可能还隐藏着一个 手机木马程序制作 手机主板生产 以及利用验证码 进行违法活动的链条 在这个链条上 找到制作木马程序的嫌疑团伙 成为整个案件的突破口 专案组民警 首先围绕着老年功能机的 验证码短信 究竟发到了哪里展开调查 通过对化肥清单的梳理和分析 民警发现 这些老年功能机发送的短信 都集中发送到了一个手机号码上 而这个接收短信的号码 却位于广东深圳市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牌和技术侦查 一家位于深圳的科技公司 进入了警方视线 所有的短信 所有的验证码 都跑到那个手机号码里去了 我们通过这个手机号码 然后通过移动公司 再去查这个基础 基础以后 我们查到了一家公司 深圳的一家公司 专案组民警 围绕着深圳的手机号进行声望 随着调查的深入 更多的案情输出水面 犯罪嫌疑人 吴某和卢某进入了民警视线 并最终确认了 他们位于深圳市南山区 以园区内的办公地点 为了确保抓捕顺利 避免打草惊蛇 专案组民警前往这家公司 所在的创业园区 进行了长时间的遁守 并对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进行了确认 在经过了摸牌和大量数据研判分析后 2019年8月29日 专案组抽调30名警力 在深圳拍展第一轮抓捕行动 在这次抓捕行动中 民警起获了大量的后台服务器数据 以及与上下游链条交易的合同 民警介绍说 针对窃取个人信息的行为 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 民法总则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 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 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 不得非法收集 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网络安全法规定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 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出售 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因为我们从它的后台数据调出来 它的数据库存量达到500多万的手机号码 信息量总共达到将近5000万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 真的震惊了 想不到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它报出了这么多侵犯 这么多的公民个人信息 专案组民警通过对这家公司 后台服务器数据相关合同的梳理分析 以及对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审讯 一个以非法控制手机获取验证码信息为核心 非法获利的黑色产业链条 呈现在民警面前 经查以吴某为总经理的这家公司 制作了可以控制手机识别拦截短信的木马程序 并与主板生产商合作 将木马程序植入到手机主板中 这些植入木马程序的主板 又进入到手机生产厂商 最终销售给老年人群体 以吴某公司后台服务器统计的数据来看 被植入木马程序激活的手机号码 有500多万台 涉及功能机型号4500多种 受害者遍布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这个功能机一旦被老年人使用 插卡使用 这个功能机便会主动将手机号码 发送给无键摊货 无键摊货向下游进入输入号码 下游一旦拿到号码之后 点击收取验证码 下游群体就是通过手机号码跟验证码 去电商平台号羊毛的 2019年9月1日 专案组民警顺藤摸瓜 在深圳抓获其中一个手机主板制造商 现场查获大量植入木马程序的手机主板 2019年9月4日和9月10日 专案组一鼓作气 先后在厦门杭州抓获 利用非法购买的公民个人手机号和验证码 进行薅羊毛的嫌疑人14号 同时专案组通过公安部发起 2019静网行动集群战役 对下游非法买卖手机号验证码等公民信息 进行薅羊毛的黑灰产进行打击 抓获一批薅羊毛团伙 通过一台无法接收验证短信的老年手机 办案民警发现了一条薅羊毛的黑色产业链 那么这种通过技术手段 非法控制手机收发短信功能 截取公民通信信息实施的违法犯罪 专案组的民警也是第一次碰到 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 犯罪分子能够在手机主板之内 植入木马程序 那么这个手机主板 是如何被植入木马程序的 犯罪分子非法获得的 这个手机通讯信息 又是如何被用来薅羊毛的呢 我们继续来看调查 在新昌县刑警大队 记者见到了民警查获的部分老年机 这些老年机非常简单 只具有接听电话 收发短信的基本功能 据民警介绍 这些老年机价格便宜 成本只有十多元 在网上的售价也只有几十元 就是这些被做了手脚的手机 只要插入电话卡之后 主板里的木马程序就会运行 向后台发送短信 手机卡插到手机里面之后 这个手机就会自动地向 嫌疑犯罪团伙的后台数据 发送一条短信 以显示激活成功 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 犯罪团伙就可以实时 对这只手机进行控制 这条自动发送到 木马制作公司的短信 包含有手机号码等 公民个人信息 而这些公民个人信息 就成为犯罪团伙 谋取利益的工具 犯罪嫌疑人 邓某是与吴某合作的 其中一家手机主板生产厂家的 技术负责人 警方介绍说 吴某的公司提供含有 木马控制程序的安装包 他们在生产主板的时候 直接嵌入在里面 然后再销售给手机生产商 据民警调查了解 相比于智能手机 老年人用的功能机市场 越来越小 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生产一块功能机主板 只有几毛钱的利润 但是他们从木马制作公司 拿到的利益 远远大于这个利润 根据办案民警掌握的数据 使用邓某公司生产的 手机主板组装的老年功能机 激活量就超过了270万部 如果它不往主板里面 安装这些木马程序的话 它的利益就非常薄 但是如果安装了之后 它一块主板的 安装木马的利益 就可以达到三块主板的利益 所以很多人都会去安装 那么吴某的公司 为什么单单选取老人机呢 一方面是生产功能机主板的 大多是小公司 竞争压力大 容易被利益所诱惑 而另一方面 功能机大都是老年人在使用 老年人只是接打电话 甚至连短信都很少使用 更不会用自己的手机 上网注册一些平台的手机客户端 这样就有很大的隐蔽性 办案民警介绍 乌某所在的公司 还曾经想过 在儿童电话手表里 植入同样的木马程序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 就被民警一窝端掉了 使用自然机的话 一根收不到的话 马上去养去 要是老年人的话就不一样了 在办案民警画出的黑色产业链条 示意图上 木马制作公司的下游 包括了对马 接马 薅羊毛环节 其实 吴某团伙利用木马程序 获取的手机号验证码 就流向了这三个环节 对马平台 也就是手机号和验证码的接收平台 他们要确保每个验证码 和对应的手机号相一致 而接马平台相当于二级批发商 他们从吴某公司的对马平台 获取到手机号和验证码 然后再通过QQ群 销售给薅羊毛的团伙和个人 民警查获得一个叫番薯的平台 就是其中最大的接马平台 他就是把这些 全国各地的验证码 拿到一起打包 卖给番薯平台 番薯平台他再拿去零售 他相当于一个批发商 个零售商的这样一个角色 然后番薯平台 他下游有许多黑产薅羊毛的 这些大量非法获取的 手机号码和验证码 被吴某所在的公司对马平台等 按照每条有效验证码 从几毛钱到几块钱的 不等价格进行牟利 然后由番薯平台 将这些接进来的码 在通过涨价一定幅度之后 以0.8元到3.8元之间的价格幅度 销售给薅羊毛群体 相当于这个街表平台 它中间是要占取 每个手机号码3毛钱的利益 从吴某公司查获的 后台服务器数据可以看到 这些非法获取的手机号 被用来注册各个平台的 手机客户端 包括电商平台 视频网站 订票网站 酒店APP等 而短信验证码的内容 主要为新用户注册验证码 这是我们从它后台服务器 截取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是拼多多的数据 总共有61万多 比如说这条拼多多 256876 您正在入驻拼多多 请于10分钟内完成验证 若非本人操作 请忽略此短信 这条是用反线的 拼多多验证码152960 您正在申请货款账户提现 请于10分钟内完成验证 若非本人操作 请忽略此短信 那么手机号和验证码 是如何来薅羊毛的呢 在新昌县公安局 记者见到了几个准备 取把后审的犯罪嫌疑人 今年25岁的王某 之前在金融公司工作 由于工作闲暇时间比较多 开始通过翻数平台 购买手机号码和验证码 然后注册某个电商平台 获取新人红包 平台会给每一个新用户 10元红包 我们的方法就是 想办法把这10元红包去变现 有购买物品 把物品卖掉的 有直接找店铺商量好 我在你店铺买东西 你不给我发货 然后你给我钱 每一个手机号码 对应一个验证码 完成注册之后 王某要给提供号码的 翻数平台4元钱左右 而获得的10元红包 经过变现之后 王某可以获得8元左右的现金 抛去购买号码的成本 王某还可以获得4元现金 王某告诉记者 利用闲暇时间 一天可以注册2 30个号码 可以收入100多元 这样一个月下来 能够挣到三四千块钱的额外收入 就是因为这样不忙 所以想着找个兼职 本来是出于比较好的目的 就是找个兼职去干一干 额外赚点零花钱 但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 走上这个犯罪的道路 而犯罪嫌疑人七某 也是通过网上购买 非法获取的电话号码和验证码 进行注册某个电商平台新用户 然后获得新人红包和优贵券 然后后面这种我加区贵券 获得的就是这个翻数这个平台 然后后面就注册翻数平台 从获取手机号码注册 那你拿过来是多少钱 起初是3块2一个号码 一个一的号码 后面涨价应该涨3块5一个 七某利用获得的新人红包和优惠券 在电商超市上购买商品 一件50元的商品 优惠之后可以低2 30元 七某将这些商品购买之后 然后再加价几块钱 卖给附近的小超市或者便利店 为了能够多赚钱 七某通过翻数平台 大量购买非法获取的电话号码 和验证码 然后注册为电商新用户牟利 今年25岁的管某 也是一名洋某党 他是利用某个酒店的拉新红包 进行牟利 在这个酒店注册的用户 每邀请一个新人注册 就可以获得一个3元的现金红包 管某就利用非法获得的手机号 和验证码作为新人注册获利 就是你邀请一个新用户去注册他的APP 然后就会获得 就是如果说他审核通过之后 你后台就会有3块钱的一个红包奖励 那这个红包是 他是可以进行提现的 管某不仅仅自己通过接码平台 获得手机号验证码注册新用户 而且还通过QQ群发广告 邀请其他人来帮他一起注册 这样就可以耗更多的羊毛 一天最多的时候 可以注册三四百个新用户 十天挣了一万多吧 一万块钱这样子一万多 十多天应该是一天相当于一千块钱左右 一个利润 在这次查获的物品中 还有大量的电话卡 民警介绍说 过去传统的薅羊毛 都是通过购买黑卡工业卡 或者自己羊卡来薅羊毛 这个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利用技术手段 通过植入木码 实现控制获取手机号资源 并搭建对码平台 出售给接码平台和下游 非法努力 具有更大的隐蔽性 而且成本也更低 犯罪分子为了谋取非法的利益 大量控制手机中断 那么严重侵害了 我们人民群众的 这个个人信息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那么这些年来 我们公安机关一直在加大 对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那么不管他们的手段如何翻新 我们将始终一如既往地 继续加大这个打击力度 那么有效地维护 我们互联网这个安全秩序 侵犯个人信息 是电信诈骗 盗刷信用卡 以及恶意注册账号 等等一系列违法犯罪的源头性的犯罪 堪称百罪之源 我们身处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享受着电子商务带来的诸多便利 但是同时近年来 有不少的个人信息 也是落入到了犯罪分子之手 被用以薅羊毛牟利 那么针对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 网上违法犯罪活动 国家有关部门 也是始终保持着严打的高压态势 公安机关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 多次组织开展净网专项行动 破获了一系列大案要案 成功地打掉了一批犯罪团伙 有效地遏制了网络犯罪的滋生 维护个人信息安全是场持久战 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遭遇战 我们要从技术上寻求防护对策 在理念上提高安全意识 只有多方合力立体防护 才能够打赢这场 个人信息安全的保卫战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财经资讯 可以下载我们央视财经的客户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